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6月21日 已經是星期二 今天是直播 這一節想跟大家討論一下國情問題 剛才我們也跟大家說過 5月份開始 雜上李下的傳言 唱到 街之項文 其實不只是我們 大陸也是 為什麼大陸的人 那麼響往這個話題在不斷炒作呢 其實 也是那種民心所向 我們看到有一部分 攬炒派 或者說習近平攬炒好事 其實我們也是想去攬炒派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他們一向都說支持習近平 攬炒到底 把整個共產黨炒掉了 問題就是 你要看他最近的表現 其實習近平真的很弱勢 我們會看到幾宗人事報告 也看到習近平是失敗的 這個駱玉成 被踢出 外交體系 他是習近平 俄羅斯的 差不多是最高級別的負責人 處理俄羅斯關係 因為原來這個駱玉成 當年蘇聯解體的時候 他就在蘇聯讀書 他在外交部做事 當時就報告給中共的外交部 蘇聯女大哥就快要跨台了 結果他一直以來在蘇聯讀書 所以他 一直以來都是跟俄羅斯關係搞得很好的 而跟普京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 中俄關係永不封頂 然後就說 我們的關係只有街有站沒有終點站 他那些親俄派都被掃掉了 這個 被調到廣電總局 被調到廣電總局 由外交部被調到廣電總局 被調到廣電總局 被調到廣電總局 但是比章曉明好 因為廣電總局是可以吃女的 那裏有很多女明星可以吃的 主播有很多女明星 這個可能有 恩惡得福也不一定 另一件事 權力沒有關係 現在分析權力嘛 所以 這是習近平的大挫折 第二個大挫折 就是說陳全國 陳全國也是他新疆的一隻大爪牙 在那裏就搞 在教育營 種種滅絕 現在 陳全國換了出來之後 竟然要under了胡春華 因為他跟胡春華的地位是相等的 都是 中央委員 政治局委員 政治局委員總共18個 排名是不分先後的 所以 照計他們是平起平坐 但是他竟然要做胡春華的副手 做這個農業的主任 胡春華是主任 副主任 這就等於是變相降級的 你想想 兩隻頭馬 你也保不住 也要替冬沽 那你的權力有多大呢 很明顯他的權力一定是受到很大的挫折 那些人說 全謠言 現在沒有謠言 現在這些全部都是事實 不是謠言 本來已經是發生的事 沒錯 這些是事實來的嘛 還有 當然啦 這些標題可以也不同意 這個就是 Editoryal的問題 我們說真的 我們的標題 我們說了很多次 我們不是新聞來的 我們都是時事評論來的嘛 我們分析那件事給大家聽的嘛 例如那次我做了一節 習近平被軟禁 我們有新聞的這個台 新聞是寫得明是新聞來的嘛 那次 我們聽說習近平軟禁的消息 我們都覺得 這個消息不是很可靠 我們分析給大家聽 為甚麼我們不相信這個消息 這是很重要的 你要討論那個消息 你是不是要把消息寫出來的 就是啦 因為我們一年收到很多消息 我們每一個消息 我們都會去研究一下 是不是真的 相對可靠的 我們就 告訴大家 這個比較可靠的 不可靠的 我們也要跟大家說的嘛 難道不說嗎 最近大家都知道大陸的網紅叫做李佳琪 他就弄了一個蛋糕出來 一秒鐘就被人關掉了畫面 到現在還沒出回來的 他就不知道嘛 坦克蛋糕就是正好說了那個 好像聽文超說的 謠言撥論 他也不知道那些是甚麼事 就被人說是謠言 就被人關掉了 你想想 如果他早就了解那件事 那他是不是不敢啊 他也完全不知道是甚麼一回事 有蛋糕那麼好 拿出來看看吧 誰知道原來是踩了紅線而已 踩了禁忌而已 那麼我們 聽到很多謠言 我們也會拿出來分析的 例如 為甚麼那些人 一看到標題 每個人都撲進來 就是他們很想發生這件事 其實主要就是大陸的民心 很想出現這件事 很想政變 最近我們說習近平的review 已經有20多萬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很多人的願望 當然 有願望 我們也要分析一下這件事 為什麼人家會有一個願望 就是習近平 令到很多人受到很大傷害 包括藍絲 包括愛國人士 包括共產黨員 不只是我們受害的 很多人受害的 在國內的人受害 我們在這裡認識到英國的 北京人 習近平也會咬牙齒齒的 原因就是 他的政策是令到很多人出事 真的被捏死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除了搞金融泡沫之外 其實也有很多人在做生意 很多是實體來的 實體被你搞死 金融泡沫就沒有搞死 其實那些是實業來的 做補習的有甚麼對不起你 為甚麼你要消滅補習社呢 那些廠有得罪你甚麼 雖然是偷工減料 賣便宜的東西 但那些也要打的 中國大陸的貨 其實今天你真的到處找些貨 都是大陸生產的 全都是大陸做的 因為大陸是夠便宜夠多 其實歐洲的貨物很貴 歐洲的貨物很貴 就算不是大陸 其他就算是 在裏的公司在大陸切廠那些 歐洲貨物很貴得拿大陸的貨物 大陸的廠商貨物貨物 即大陸的牌子 貴過很多 歐洲的牌子本身在大陸生產 因為他的質量控制化色 他的質量不會比歐洲生產差很多 可能只差那麼多 價錢就比較貴 真的有時候貴到你不捨得付 真的貴成一倍 也不止 一定有的 因為有些東西真的不會介意的嘛 你買一張椅子 你跟我說LV也沒有用的 有些東西是不會理會是哪裏生產的 最重要是便宜耕用 說回現在習近平的情況 我們幾乎每天都做一節分析這個最新局勢 由5月初那個政治局擴大會議 到後來6月17日 習近平最新開了那個會議 那個就 以反腐為主 我也 剛剛分析了蕭建華的問題 大家不要忘記 蕭建華其實 是直接令到香港這個時代革命的始作俑者 他才是陳同佳 陳同佳是代他受罪的 根本 也不關他的事 不過林鄭就想到用陳同佳來做藉口 陳同佳是藉口來的 真真正正 是蕭建華 蕭建華才是2019年 時代革命的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誘因 我覺得是一個主要誘因 大家想一下 為甚麼習近平要搞蕭建華 不是因為他是 江派的白手套 他是整個太子黨的白手套 太子黨包括劉雲山 曾慶紅 江澤民 包括還有賈慶林 這幾個大家族 最重要的是甚麼呢 蕭建華也向外聲稱 他是幫習近平的姐夫鄧家貴 投資 這個是直至令到習近平很尷尬的 習近平一直反貪 我就反貪 你就告訴他 我姐夫也要光顧你 怎麼向外面交代啊 是不是要被罵你啊 所以呢 蕭建華知道自己拿了東西之後 就潛逃到了香港 就躲在四個月酒店 躲在很多年 一直都覺得沒事 因為香港是一個租界效應 以前因為江澤民下了一條命令 大陸的政府不可以在香港做事 當時的禁令人受到很嚴重 所以 當時大陸始終也不敢於雷遲判暴 習近平 派人去綁架了蕭建華之後 直接 就直接做了事 直接打破了這個禁令 所以他們就知道 有很多在大陸犯罪的 其實大陸真的一直都這樣做 大陸有很多上面有案底的人走下來香港 躲在香港不動的 沒錯 這班人 很簡單地當是境外 你自己大陸也是啦 香港是國際航班來的嘛 香港是出國的嘛 不是國內航班來的嘛 所以到最後中國大陸自己看不上眼 覺得這是我控制的 我不願意被那些 潛逃的人躲在香港 然後 有人聞到這股味 想獻了一條糞便 那個就叫林鄭月娥 沒錯 逃犯條例 就想搞逃犯條例修訂 說真的 這些案子其實 也是很特殊 他們應該當時 設立別的東西 林鄭月娥想立功的嘛 他想借一些 借一些倪修改就可以引導到大陸 那就搞定了 做到事了 他就是 香港AO模式 他想到一些 覺得自己很厲害的東西 改一個條例 改一個條例 增加下去 結果就引起軒然大波 當然 冤枝頭也有盟被菩薩 如果沒有習近平 那麼亂來的人 亦都不會有 時代革命的爆發 我們看到 這次我們 進一步認定習近平 不過其實會遲些爆發 不是在2019年爆發 一定會再爆發 壓力不停地累積上去 沒有改變過 其實大陸也在爆發 大陸也在爆發 一直在爆發 因為他在香港亂來 沒有任何制裁 沒有任何制裁 早前他看完 奇異博士之後 在說平衡宇宙 他說如果當日曾鑑華贏了 就不會有這件事 就不會有時代革命 他在說 其實就算爭訊會贏了 你進入了另一條時間線 你押後了時代革命 時代革命也是會爆發的 只是不知叫甚麼名字 用另一種形式爆發出來 因為香港的社會問題本身是在的 以及政治問題也是在的 當你滿足不了香港人的訴求的時候 遲早一定會有 民怨爆發 我們說回現在中南海的局勢 習近平 我覺得 在蕭建華這案件 其實他也有作出妥協的 為什麼呢 有人就說他其實要劍指江澤民家族 就說你現在用白手套 我現在要供你們出來 將你的腐敗行為供出來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會在上海審而不是北京審呢 北京你控制到 上海控制是否可以控制到呢 我認為上海的法院 就不會完全聽你北京的指示 因為上海幫 那種盤根挫折 不是你強可以控制到的 所以 在上海審 那個出來的結果 肯定就不是習近平可以得到的 而習近平也阻止不了 我認為 他是阻止不了 這個蕭建華案在上海審 所以 他只能夠作出妥協 我現在分析 他應該是 我想他能夠收皮 我想他真的想反抗也不能反抗 有人分析說 習近平 蕭建華被抓了 17年被抓了 到了現在 五年才要拿判出來審 為什麼要審那麼久呢 原因就是這是一個炸彈來的 我要來炸江澤民 問題就是 如果你炸江澤民 你在北京審 到時蕭建華就說了 有利利的事情 如果現在突然爆出來 不是啊 你自己的鄧家貴也會幫助我的 那你怎麼辦 死定了 到時人家反抗 你打算 把刀拿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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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就是司法系統 現在香港也是這樣 香港沒有了司法系統 其實是政治的一部分 他一向都要控制 不會讓你司法獨立 你想獨立就獨立你的頭 司法獨立就是香港獨立 不會讓你司法獨立的 所以他一定是要受控 因為其實 你怎樣判 那幫人 就是他要控制的東西來的 現在就是他要控制了香港 公檢法控制 他一定要控制 當時習近平很早的時候 好像一、二、三年來訪問過香港 當時也說要香港三權合作 他講得明白 他發明一些terms 就很好聽 其實就叫你公檢法合一 我要under控制 即是法官聖黨 要法官聖黨 但是現在香港 世界的司法排名還在排19位 比美國還高 我覺得 外國人要幫忙拆穿他 我們也要這樣做 其實大家要努力 要把香港法官的行為 向英國、美國的世界 宣揚 你不可以再被他排名騙人了 他還拿著英國人那套 神主牌 去騙其他人 沒有的 是不容易的 因為很多人還在那裏 還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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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願意揭露 一來會看到自己 二來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其實他一向都多件事 不如少件事 德國人常常理 沒有辦法 香港人也不就要做這些事 所以我真的覺得 你說要找英國幫你 但是你覺得英國會做一些 很多的事情 超越你的想像 例如說 龜英之類 其實是完全不可行的 他連香港法律界也不敢踢爆 歸尾英 英國得國人替你做這些事嗎 你叫他搞BNO 平權之類的那些都不敢的時候 你叫他 他會夠膽收回香港 你真的說一下就好 香港法律界那些醜惡 他也不敢揭露 他也不敢欺奪香港法官的法律學位 那麼少的事 他不會敢做的 因為這個社會不是政府 一個人說了事的嘛 這個是民主政府來的嘛 你也有那麼多不同 不同板塊 不同板塊佔他不同力量 在不同的 崗位上有不同的社會地位 他不是你現在這個一個政府一個首相說做甚麼 這節我們說的過程也差得很遠 我們先總結一下 綜合一個多月來發生的情況 我是認為習近平應該是會選擇妥協的 現在去到這個地步 因為他除了出兵打台灣 或者將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他沒有其他步可以走 如果真的妥協的話 就像華國鋒一樣 時間離開了 坐到10月份 時間離開了 現在最失望的地方是看不到任何反撲 看不到一個有力的反撲 全部都是一些很無力的無謂的東西 他原來最大的反撲 就是網上禁止有人留言 真的流到 真的對他很失望 我希望我們也是錯股 希望他還有更大的反擊 我覺得很難 因為 他連攻擊李克強的那篇文章 說的李林虎 都被人下架了 原來習近平最掌握的就是網上力量 原來只有那麼多 原來是口炮 原來是口炮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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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裡 拜拜